大盘今天来了一个跳空低开 然后无量成交 并且收出一颗小红星 由于是跳空低开 这里收出一个假阳线 这里面有一个向上的长长上影线 这代表着市场上这个位置有了争议 那么在有争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好自己手里的那个品种 一旦手里那个品种要是不妙 大家可得提前做好准备 那好我们复一下盘 跟着我这个比现在向后看啊 今天的市场热度值20度很低 同时这个位置瞧 成交的呢有3000将近800家下跌 只有1030家在上涨 那么成交量呢是7500亿 继续在这无量震荡 这个是暂止的是成交量在震荡啊 那么成交量为什么这么低 是不是有人在吸收 另外成交量这么低 是不是有人现在在这个位置啊 已经开始酝酿着什么 所以呢 大盘没有无缘无故的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给这块磨叽 这里面今天既然已经出现下跌 并且权重指标股严重分化的情况下 我们看权重指标国毛指数宁组合 今天出现了同时分化 而且今天原本上午也有两种东西分化 什么东西就是大盘的风向标 你看大盘的风向标 最近呢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两个品种 第一个是券商880472 今天上午880472跳空低开 然后全天震荡走低 可是另一个风向标是什么 牛市的棋手券商除外 还有一个风向标 大家瞧 就是咱们的以恒生指数为类 我们现在找到恒生 以恒生板块这个里面 今天呢他们刚开始走的还真不错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尤其是恒生板块到下午的时候 还一度的把大盘给拐勾来了 我们瞧这个是恒生ETF 上午走的真不错 出现一波上涨两波上涨 大盘也是出现一波上涨两波上涨 那到了11点之后出现跳水 恒生指数你看着好像是波澜不景 实际对于他来讲 这已经是指数级别的了 大家要看下午的时候单边下措 并且尾盘收低呢 基本上都跌到0.63 这已经很不小了 那么上午的时候他出现上涨 下午的时候被打回原形 这个过程叫什么 这个过程叫下午的补跌 那他为什么会补跌呢 他也是大盘的风向标呀 那你看大盘的风向标 这一个880472 他为什么就是这样 跳空低开 那么就是咱们港股和咱们内陆的股 还是有一些差别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假外资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别看那些东西 那么我们基于此基础之上 上午的时候我们在中午12点半 给那地方做出一个研判 说下午大盘要补跌 别看下午一开盘 咱们的啊 这个创 咱们的这个牛市的起手券商 风向标还出现一波上涨 其中这波上涨呢 还带动了突破了咱们的日内均价线 但是还是不行还是下来了 这证明市场上现在人气不够旺盛 最主要的是这些个热点 热点都没有什么特殊性 尤其这些热点呢 大家跟着我比向后看啊 下午的时候动的呢 像旅游5G这些产业链动一动 别的呢都在下跌 包括一些个Chat GPT 还有一些个雷达波 这些东西还都在下跌呢 那么我们通过这些热点 我们不难发现 大盘在这儿虽然说 进行一个相对于 就是正常来讲啊 在一个相体震荡期间 3226到3100点之间相体震荡 但是我们看热点上起不来 不像以前热点呢 能够爆出来有一些东西 你像今天呢 将消费反弹 但是消费的反弹 没有办法把大盘带动起来 并且有一些前两天 跌的比较多的 你像这个9啊 什么的呢 反弹还挺快 但也不行 那么我们强调在这里面 你瞧 农业股今天呢 走的呢相对来讲啊 算是一个平稳 但是农业股过两天 就在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啊 重要的会 那么农业股他们是叙事待发 另外就是我们的科技类的 今天原本走的挺好的呢 就是光伏 以光伏板块还曾经出现过葱高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前些天 我们在这个位置看 都是前些天已经调整差不多余的 你看到没 大盘最近呢出现了一个相体震荡 我们来瞧这个 大盘现在进行一个相体的震荡 就是这个相体 3226点上方到3100点期间 就这个小相体之内进行一个震荡的时候 那么原则上今天出现了的实际是四连银 指数确实是收银 但是我们的指标线呢 却是一个红角线 这不就是一个跳空低开带来的吗 那不论如何 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清晰的头脑 也又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大盘毕竟在这个位置 已经出现三个头 叫什么呢 三重顶 第一重顶高点3310 第二重顶高点3308 第三重顶高点3308点 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多次山东顶 同时横盘已经达到了20个周期 那么本轮上涨是21个周期 这一周就是咱们现在这一周 也就是再过两天左右 就这个期间 大盘正好是一个变盘时间窗 就是横盘的周期已经够了 那么它现在面临着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所以大盘给这我们看 成交量放不出来 尤其是热点也推不出来 热点出不来 成交量上不来 那你指的大盘给这块有多大涨幅 是办不到 可是我们散户啊 大盘给这没怎么跌 散户手里的东西 有的可跌了不少 因为它们在回调的时候 也就是回调的挺大 而我们散户呢 我们散户现在最关键的呢 散户在此期间 往往都买那些个涨的比较好的 可是一回调 它们跌的也比较多呀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它现在出现回调 我们的品种在下跌 那么大盘 假如给这个位置 真要是破位怎么办 假如要是跌破3226 那么势必出现一个无量空杀 或者在这个位置 大盘就会走向一个下跌通道 目的就是补这两个跳空缺口 我缩小一点 那么要下跌到这空间可不小 这儿的空间是多大 3120附近 大家要看明白 那么距离这儿 那颗挺多呀 15060个点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最重要的 要管好自己手中的品种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大盘在这儿 无论它怎么样的横盘震荡 人家就是指数之间 就要左手换右手 手套换兜子 就是左右来回倒手 可是我们散户可不一样 我们散户是踏踏实实 真金白银亏进去了 那么这个位置 一定还是那个策略 在周日中午的时候 古邦跟大家讲 大盘现在上涨下跌不重要了 现在我们要看好 自己手里的品种 一旦我们手里那个品种 要是还是沿着五日线上行 持股待涨 如果我们那个 要是跌破了五日线 要记住 可得要做出一个减棒的动作 那样来讲 我们才能少挨打 在这儿呢 做一个总结 来我们看 大盘的风向标两个 一个是牛式的棋手券伤 今天跌了880472 这个出现下跌 瞧瞧 跳空低开下跌 另一个也没好到哪去 我们的什么 横承指数 横承指数今天低开高走 然后创了新高之后回来了 这两个风向标 把大盘带偏了 所以大盘今天跟着 恒生冲高回落 现在这个位置可不确定了 那么大盘又收出了 这一个带上影线的 这么一个小红角线 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这个位置产生了分歧 而且分歧很大 同时盘面上 毛指数 宁组合也出现分歧 毛指数代表了一些消费 在出现一个反弹 可是宁组合代表所有的科技类 还跌的都不少 更主要的 我们有一些东西 也出现了一波上涨 你比方说光伏 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这都证明什么 这就证明一个道理 大盘在这个位置 现在正要面临着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在这儿是上是下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在这儿 我们必须得提前做好预案 我们得知道这个位置如何应对 好了 在这儿呢 我们的应对方法 实际呢 只有一个 周日策略会 我们已经说的很清楚 大家可以回看 那上面说的很多 在这儿说说明天 那么大盘现在明天 到底能怎么走呢 在这儿大概率的是 还继续要回撤的 现在又跌破了 二十日线 今天一度收回去 但是还是不行 市场太弱了 那么如果大盘 外盘 再出现一个下跌 就会被我们带高去 我们看一眼 恒生 恒生尾盘的时候呢 早走的不咋地 证明什么 证明还是没有聚集了银气 那么看起来 给这个位置要是向下探 还是一个主基调 那么我们今天 尾盘的时候 你比方说三点半 到晚间十点 会出现很多消息的 我明天早上 有一个早播报 我会把三点多钟以后 出现所有的消息 加以梳理 然后再把外盘的走势 尤其是我们中概股的表现 一起分享给大家 好了朋友们 明天大盘在这儿呢 很危险 尤其到了变盘时间窗 万一又是下跌 我们管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跌破五日线 啥也不用说 就要减棒 如果沿着五日线上涨 我们也不要人云一云 一定把自己那东西拿住了 只要是沿着五日线的上 没毛病 那么我们就持股待涨 你别等着说 人家别一说 这东西要跌 你获着力 就开始出逃 那样来讲 你就很有可能卖丢了 好了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明天我有早播报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